本來很累的 然後一旁邊 哇 開心喔 對 然後M就要聊天 我跟雷哥聊天 有點天方夜譚 聊得有點誇張 他說他好像要當 他要當總統吧 然後我說我要當交通部長 全哥早 早安 今天還是一樣這麼早 哪裡不早了啦 其實我很早到 已經比較晚 遲到 我遲到是不是 其實有很多網友好奇 就是教練的一天行程 到底是怎麼樣 教練一天的行程 就是很忙碌啊 很忙碌 所以我們今天想要來 跟拍你一整天 好啊 讓大家看看一下 其實我們當教練跟球員 還是有差別 教練是不是可以睡晚一點點 沒有 教練不能睡晚一點 教練根本沒時間睡 好不好 教練都會比球員更早到球場 然後其實很多的時間 不值得開會啊 然後一直在想一些就是 關於球隊目前的狀況 跟一些行程 跟一些訓練的安排 比賽的安排 哇 跟球員不一樣 球員很簡單啦 把身體養好 吃好 睡好 然後準備訓練 很簡單 真的很簡單 我以前當球員的時候 沒體會到 對 所以現在當教練才體會到 因為教練這麼辛苦 等一下你就知道 我告訴你為什麼差別在哪裡 好不好 JK P C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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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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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輪都是這樣啊 一大早比秋月還要早起來 對,然後準備一些 他們要訓練的東西 然後 根本就沒有時間睡著 對,那準備要睡了之後呢 又起來了 好吧 那就跟著我 我們去練球囉 太熱了吧 跑到也罵 跑不到也罵 到底想怎樣啊 你來跑就好啊 對 通常都會集合在一起 然後把今天這些訓練啊 然後跟他們做一些說明 對,包括我一開始 在訓練的時候也會這樣子 就是把大概啦 把今天的一些過程 然後讓他們了解 然後讓他們就是全新的投入 他們要知道說到底要練什麼啦 這很重要啦,對 大家看情況喔 有些人知道你要練什麼的時候 他就省體力 他看到後面有寫那種體能啊 心肺啊 他前面的那個力量啊 都是這樣 這樣子 要做不做的 他要留最後做體能 那你也可以會這樣 會 對,各位教練抱歉 我知道你們很辛苦 好不好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我也會秉持你們這樣的訓練的方式 然後我會教育他們 每個教練當然訓練的方式不同啦 我都會綜合他們的一些訓練 但主要還是看我們的球員 能夠負荷到哪裡 我也不希望他們受傷啊 對,但是 該要求的還是要要求 有空的時候你真的問一下他們 我可能在他們心目中會很急歪 但我都可以接受 因為我知道 我知道教練就是這樣 寶哥如果想跟你們打成一片 有可能嗎 閃啊,能閃就閃啊 對啊 還打成一片耶 我沒有被他打就好了 打成一片了 有啦,他就試圖的就是 在場外的時候想說 欸,這好嗎 要不要吃點東西 我帶你去吃啊 屁啦 誰理你 誰理你啊 但後來啦 當我們體能真的好的時候 就是球賽 就是打得比較輕鬆的時候 就感覺到訓練上面 就是他對我們真的是很照顧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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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著 拿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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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